大家好 这里是娱乐不至死解读有深度的经典家片影评节目 报博士报神篇 我是报博士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将首先简介影片剧情 而后给出独到深入的评论解析 本期我为大家报的神篇是由尼克·卡萨维茨指导 丹兹尔·华盛顿 罗伯特·杜瓦尔 安·海切等主演的美国犯罪剧情篇 迫在眉梢 约翰是一名普通的工厂工人 因为经济不景气 他无力同时支付房租和车贷 导致妻子蒂尼的车被银行拖走 这让他面临严峻的考验 但索性他有一个聪明伶俐 并善解人意的儿子迈克 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温馨 然而好景不长 在一次棒球比赛中 迈克忽然昏倒 约翰将他送进了医院 医生告诉约翰 他儿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才能保住性命 但高昂的手术费用 却远远超出了他的医保范围 这种特别是很高的 在最多的情况下 我没关系 我没关系 他可能是有美国的医院 我们已经查过了 严格陈尔业 有没有保证的法律 在你的法律 有一个优移 How much does it cost? Transplant surgery, doctors' fees, post-operative care, immunosuppressant drugs, you're looking at a minimum of $250,000. If you opt for transplant surgery, that is your choice. But the hospital maintains a very strict policy with regard to cash patients. We require a down payment before we can put a patient's name on a receiver's list. How much?What kind of down payment? 30%.$75,000. $75,000. To put my son's name on this. Our son is upstairs dying and all you can do is sit here and talk about money. It costs money to provide health care. It's expensive for you, it's expensive for us. 福不双治,祸不单行,单位领导告诉约翰, 公司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更了保险内容, 这使得他最多只能获得2万美元的赔偿, 这让约翰大为不满,并对其提出了申诉。 为了筹集初期的手术费用和让儿子加入心脏移植者的名单, 约翰便卖了家里的家具, 并向政府和社会福利部门申请财务和医疗援助。 但死板的制度和政府部门官僚化的办事作风使得约翰的申请全部落空, 反倒是约翰的朋友以及他所身处的教会在危急时刻向他伸出了援手。 朋友吉米建议他向电视台的记者塔克兰求助, 但塔克兰觉得约翰的遭遇并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 同时迈克的情况越来越糟, 约翰也逐渐倾其所有。 就在这时, 在医院的地尼打电话告诉了约翰一个噩耗。 他会死。 什么? 他们禁止他。 谁? 已经微误了, 竹土浅到了这 西区中央医院。 可能一会儿不出现在忙 reason coloc置了 我散川 implementation Grass 昨天便放电话吧。 成功。 分头 werde容往医複ches周 bye。 我把医院 cameras example。 他们说,我照下乳来。 你会做的事。 我会购慮都。 但不是不够没 Ort。 不看完。 无可事,你听话。 是胖。 内心极为愤慨的约翰来到医院 找到了主治医生特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约翰持枪挟持了特纳并封锁了医院的急诊室 将里面的医生和病患都关押了起来 望着急诊室中惶恐不安的病患 约翰顿时感到了同病相连 他要求医生对病患进行免费治疗 还收留了一位因抢劫而遭受枪伤的急诊病人 约翰的行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包围了急诊室 警队副队长弗兰克开始与约翰进行谈判 在特大的救治下 重枪的病患脱离了生命危险 其他病人也得到了初步诊治 急诊室中的气氛逐渐缓和 被挟持的病患 与医生也对约翰表露出了同情 并纷纷开始抱怨医疗体制的不公 你咱 Name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s why they never found the doctors My son has had clean checkups every year since the day he was born How could the doctors not pick it up? He might not have been tested thoroughly enough Why not? You got an HMO, right? Yeah Well, there's your answer HMOs pay their doctors not the test That's their way of keeping costs down Let's say Mike didn't need additional testing and insurance says they won't cover them the doctor keeps his mouth shut and come christmas the hmo sends the doctor a fat ass bonus check is that true possible not likely but possible you're telling me that these doctors may have known what was wrong with my son and they could have treated him all along who knows i don't know john don't take this personal doubt which are a bunch of goddamn crooks isn't there laws against that yeah there's laws but there's also ways around those laws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do and after that we're off the hook and you know it that's not how it works that's exactly how it works maybe not up there on the fifth floor but in here if you don't have any money you get a bandaid a foot in the ass and you're out the door 弗兰克要约翰先释放几个人质以表示诚意 此时一名孕妇出现了胎位不正的迹象急需送往产客 可就在他决心释放人质的时候急诊室内的附加子米奇突然对约翰发动袭击并企图逃走 却不料被早已心存不满的女友朱莉反杀 约翰放走了孕妇夫妇和一位带着孩子的中年妇女 急诊室外文讯赶来的记者们早已围得水泄不通 其中就包含之前拒绝报道约翰遭遇的塔克兰 被释放的人质在记者们的采访下述说了约翰的善举和苦衷 这让在场的警察反而成了反面角色 警察局长和弗兰克等人颇决棘手 他们找来了医院的行政主管利贝卡 并一起来到迈克所在的加护病房 弗兰克告诉蒂尼他的丈夫挟持了人质 并向他打听约翰的情况 这引起了蒂尼的反感与对抗 为了争取他的合作 利贝卡答应将迈克加入离职名单 并由医院承担一切费用 但这不过是利贝卡为了配合警方行动的虚与威仪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暂时稳住约翰 为警方下一步的行动制造机会 绑架事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表达对约翰的支持 以及对医疗制度的不满 警察局长感到压力山大 为了尽快平息事件 他下令狙击手通过通风管道潜入急诊室 寻找机会将约翰击毙 蒂尼在电话中告诉约翰 麦克给安排进了一支名单 可就在此时危险正向他袭来 而这一切恰好被电视台所窒息 他们窃取了警方的监视信号 将画面直播了出去 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大话 晚醒 约翰只是受了些轻伤 他愤怒地冲向了狙击手并将其制服 警察的背心弃义让约翰意识到 所有的承诺不过是一纸空文 他挟持狙击手走到门口 向弗兰克质问警方的所作所为 我明白 它是难以为成为一人这些日子 难以为是一件事是正常的事 但放下车轮击 你不听我, Frank 我专业是病毒 那是它 有什么再来的 在这里 如果人家疲惯,他们缺乏少许帮助 对,疲惯,疲惯 疲惯,疲惯 我不是要死我生 我生生会死我 你带我生 我给你 我给你 大家都回家 大家都安全 你带我我生 警察如约将迈克送进了急诊室 特纳医生表示迈克的情况极不乐观 如果没有心脏,他将随时失去生命 走投无路的约翰实在没有办法 他决心牺牲自己 将自己的心脏移植给迈克 以换取儿子生命的延续 这让急诊室中的众人大为震惊 特纳禁不住约翰的再三恳求 终于答应帮助完成这项手术 约翰在众人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遗嘱 并走进手术室和迈克做最后的告别 You always listen to your mother You understand? You do what she tells you to do She's your best friend You tell her you love her every day Okay, Dad Now you're you You're too young for girls right now But There's gonna come a time And when it does You treat them like princesses Because that's what they are Don't smoke Be kind to people If somebody chooses you You know we talked about this You stand up You be a man And You stay away from the bad things son Please Don't get caught up in the bad things There's so many great things out there for you I'll never leave you I'm always with you Right there I love you son 可就在此时 事情发生了转机 为约翰和迈克父子情 所打动的利贝卡 真的将迈克加入到了一致名单 而与此同时 一名因车祸死亡的女性捐助者的心脏 恰好与迈克相吻合 直升机装载着心脏 正向迈克所在的急诊室飞来 在约翰即将举枪刺枪之际 蒂妮飞奔到急诊室门口 眼含热泪的向约翰告知了这个消息 奇迹真的发生了 迫载眉梢上映于2002年 导演尼克·卡萨维茨曾经指导过练练笔记本 还作为演员出演过我们之前抱过的夺面双雄 由于拥有强大的主创阵容 迫载眉梢当年被视为最值得期待的影片之一 没想到上映后却毁育参半 称赞的人认为他直指美国社会实力 反映了美国医疗体系制度所存在的弊论 反对他的人则认为 剧情设置脱离现实 并且具有暴力化的价值观倾向 在Bob市看来 尽管迫在眉梢中 男主解决问题的方式值得商榷 但本篇对美国医疗制度的思考 对无能官僚主义的揭露 对人性自私冷漠的展现 以及对平凡而又伟大的父爱的颂养 如今看已久让人感动与反思 对美国医疗制度弊断的揭露和抨击 是本篇的核心探点 勤劳善良的约翰 尽管便临着生活上的窘迫 却依然乐观积极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可就是这样一位怀揣美国梦 并具有坚定信仰的安善良民 却最终被儿子的一场大病逼上梁山 成为了挟持人质囚禁医生的罪犯 他不是没有想过通过正当途径去解决问题 但贪婪的保险公司和黑心的用工单位 合谋利用了制度上的漏洞 导致他依靠保险支付 庞贵医疗费用的打算彻底落空 而社会福利部门的私班冷漠 和TP求是的互相推诿 又使得他根本无法获得社会应有的 关怀与帮助 而维利试图的医疗机构 则让他本就严峻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然而约翰只想让儿子活下去 他有什么错 最终他不得不铤而走险 以极为决绝的姿态将自己逼上了绝路 并顽强地与医疗机构的贪婪 与医疗体系的不公进行抗争 正如片中所说 将这样一个好人逼上了绝路 是找个社会的耻辱 在约翰身上 我们看到了美国看似公平的医疗制度下所隐藏了同秀 看到了底层弱势群体生存的艰辛 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是政府的职责 但当原本用来保障人民的医疗制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甚至本身就存在极大的漏洞里不公 当原本应该公有化的保障体系被私人资本所控制 本应用来救死服伤的医疗机构便成为了富人的游戏 玩不起的穷人只能被驳出局 就像电影中所演的那样 有钱的富人得到无微不至的医疗服务 而失去社会保障 同时又缺乏经济基础的穷人 只能在急诊室被乱治一通后扫地出门 甚至连新生儿都得不到真正的全面检查 最后的结果 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普罗大众 只能铤而走险 用暴力的方式倒逼政策的改进 用群情汹涌的社会舆论去揭露资本的虚伪与无情 用行动甚至是生命去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 除过对医疗制度的抨击 影片同让尖锐批判了人性的自私和冷漠 片中的中产和资产阶层大都是冷漠的 在他们眼中只有利益和金钱 丝毫没有人与人之间最为基本的同情 帮助友爱与怜悯 保险公司与雇佣约翰的公司 可以为了节省保费诱导约翰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不利于自己的保险条款 更改他的保险项目 社会福利部门对请求援助的约翰推为扯皮 全然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大爷姿态 貌似代表民众发伤的记者塔克兰先是不屑一顾 在约翰出事后又绞尽脑汁挖掘一手资料 将他的悲惨遭遇当成自己一举成名的垫脚石 充分暴露了媒体的自私与虚伪 警察局长为了赢得选举 不顾弗兰克已然取得的谈判进展 悍然下令狙击手击毙约翰 差一点将事情的矛盾彻底激化 更不要提持相极为难看的医院 在约翰惨遭不幸时只关心那一串串高额的医疗数字 在意识到约翰可能拿不出治疗费用后 立马要求迈克出院 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与拯救 看不到一丝白低天使 应有的旧似扶伤的精神和人性的温情 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 将错误归结于医疗机构似乎有时偏颇 但市场经济显然不是万能的 难道在市场和资本的裹挟下 我们就应该丧失人性自私冷漠吗 资本的天性是逐利 但人类的天性难道不应该是逐善的吗 让医院出医药费当然不可取 但因为冰冷的制度而丧失温暖的人性 难道就可取吗 在高度资本化的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已然被金钱与利益所绑架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已然退化成为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利益交换 即便是片中那些为约翰摇旗呐喊的路人 他们最初也只不过是围观人血馒头的普通看客 将约翰的绑架案变成了公众的狂欢 从头到尾真正帮助约翰的 只有那位医院的男性看护 以及和约翰同样身处底层又有着同样信仰的教友 而迈克的最终得救 与其说是各方势力迫于社会舆论做出的妥协 倒不如说是因为约翰坚定的信仰而产生的奇迹 最后影片还赞美了平凡人的善良与父爱的伟大 主人公约翰的优点在于他的善良 在于他对其他人悲惨遭遇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以及他作为一个父亲的高度责任感 约翰在家庭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 主动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 勇敢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 在得知医疗保险无法承担儿子的医疗费用后 又想尽办法筹措资金 当他倾其所有却仍无法满足医院无休止的索取后 为了儿子的生存便依然走上了抗争的道路 用自己的前途与生命换取儿子生存下去的权利 尽管他的做法与手段违背了社会的秩序和法律 但他对儿子的爱却是真挚而纯粹的 当我们看到他为了儿子的生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看到他强忍着与儿子永世分别的悲痛 传授着儿子为人处事的治理 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努力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时 纵然是铁石心肠也不免热泪云眶 在倾其所有去拯救自己儿子的同时 约翰还以同样的爱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其中就包括那些被他挟持的人者 他强迫特纳医生救助因枪伤入院的患者 帮助照料其他的病患 释放胎位不正的孕妇 甚至连前来杀他的狙击手都没有伤害 除了他自己他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 正是约翰的这份善良和遗迹夺人的同理心 让他赢得了急诊室所有人的同情和量纪度 也让特纳医生判却替他完成心脏移植手术 而他无私的爱最后也感染了原本冷漠的利贝卡 将迈克加入到了移植名单中 或许作为走投无路的社会医分子 约翰显得有些极端 也确实触犯了法律 但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父亲 约翰是无可指教的 他是待人友善热心的普通民众 是对儿子真诚纯粹的平凡家长 是茫茫人海中真正的英雄 下期我想为大家报的是一部讲述同志者和艺术家关系的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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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